陳偉業議員 香港的傳媒方面的偏頗 南華早報有時候都轉手 很多的傳媒機構 基本上都是由大財團擁有 這個是政府政策的偏頗 譬如新城大家都知道 是理事天下的操控 所以你說香港這個傳媒媒體的編輯自主 其實已經消失很久了 但是對很多泛民的議員來說 過去有一段時間 有一些的報章 就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幫他們搖旗立喊 但是作為激進的民主派 我們的感受很深 因為這些聲稱支持泛民 支持民主的報章 過去多年來不斷抹黑打壓扭曲 我們這些激進民主派的言論和形象 我最記得2012年立法會選舉 這個開票當晚 我指責黎智英是共產黨 最強大的助選團 因為他透過他自己的機器 宣揚他自己的政治信念 他自己充滿自由 利用他的自由 用來打壓他自己的政治的敵人 包括我們這些被視為激進的人士在內 所以現在這麼多泛民的人士 這麼強烈在聲援明報 因為明報就是他們過去多年來的政黨報 我記得在幾年前 有一個電台的主持人 扭曲我一些行為一些報道 最後我都去港檢局正式投訴 最後都證明投訴屬實 但是整件事沒有見其他人士出來幫我說過一句說話 所以主席 其實今天很諷刺的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當然 不理會其他傳媒怎樣打壓或者扭曲 我們這一類激進派人士的言行也好 我仍然都會為明報為信報為商台 為港台爭取他的自主和權力 因為這個是整個自由社會 整個民主社會的基石 但是要講傳媒那個獨立主席一定要 談論和討論到 決定這個有關傳媒的控股權的問題 不講這個問題 單講這個編輯主主是廢話來的 我們看回台灣最近這一兩年 特別旺旺這個收購中國時報的爭論 是反映出台灣的人民如何著重他們自己的國土裡面 他們的社會裡面的傳媒的自主和自由的重要性 如果大家看回這個 《煤金分離條款》 有關當時台灣提出 這個反媒體壟斷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議 第二就是要規定百分之十這個股權 就不可以讓其他經營的機構操控的 這個是基本上是避免濫用這個媒體公器 來侵犯這個新聞專業自主的行為 譬如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機構那些負責人 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其受託人 不得持有媒體事業 有其表決權的股份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 這個很重要的 你和香港比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控制 明報其實這個叫張曉卿 即是這個操控 星島日報就是何柱國 南華日報 即是這個 其中這個 Carry Group Limited 就操控百分之七十二的股權 信報很清楚是李澤佳的私人名義 這個全資持有 這個有線電視就是九倉 操控七十三的股權 LOW就是電信營科全資擁有 亞視就是這些各種的資金 深圳上市公司榮豐集團 董事長黃禎持有大部分股權 深圳 你看回新城就是長實和王國佔一半 你看到 即是連串香港的主要媒體 基本上都是大財團操控 所以根本是不存在的 即是你說的那個編輯自主 基本就是財團背後做老闆 我們有些泛民議員 背後跟這些財團的關係都不知道怎樣 剛才有一些動議的修訂 簡直好像是電信營科操控的背後 那個感覺 被人的感覺 就是這些財團背後操控 選舉期間 有很多的民主派的團體 都給某幾個大財團背後 支助很多的選舉經費 背後抹黑我們說我們收共產黨錢 你說這些人多無恥 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支持這個編輯自主 大家的行為都要負責 不要用這個謠傳攻擊政敵 包括一些批評他們的政團和政治人士 好 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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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